10月23日,A股出现踩踏式出逃,恐慌式下跌。 截至收盘,互指大跌1.47%,深层指大跌1.51%,创业板暴跌1.69%,纵观整个市场,120多个二级行业板块,基本全均覆没。 其中,数字媒体光伏教育游戏等,大跌于3%,仅有卫星互联网等题材板块逆势飘红。 截至收盘,一共4788家上市公司下跌,仅473家上涨。 从最近7个交易日来看,互指累计下跌超过了160点,接连下破3100点,以及3000点的重要关口,如今进到了要保卫2900点的地步了。 在此之前,很多投资者的内心,可能还有一次希望,想着距离3000点不远,也该反弹一下了。 结果指数继续下探,跌势还更猛了。 关键在于,今日北向资金因重阳节港股修市,还暂停了交易。 以前市场一跌,很多人就指责,是北向资金把市场方向带歪了。 而今天北向根本就没开,结果如何呢? 在没有任何外力带动的情况下,A股还是大跌,而且跌得比以往还要更凶,内资疯狂流出358亿。 所谓的自己人下手更狠,谁才是市场中最大的空头,现在已经一目了然。 目前两市,一共也就5300来只股票。 最低股时,竟然一度跌了近5000加,临近收盘才拉回一点。 但下跌加数,仍达到4788加,相当于超过90%的股票都是绿的。 如果不是尾盘最后10分钟的反弹,很难想象市场会惨成什么样。 如今再往下看,忽觉前方依然深不见底。 一时之间,市场也出现了各种极端点位的预期。 2900点,或是2800点,甚至2000点都出来了。 其实护制能坚持到现在,多亏还有权重护盘支撑。 所以目前尚未跌破,去年4月最低点的2863点。 但深城指创业版护身300,无一例外,全部跌破2020年3月的最低点。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,相当于护制已经跌破了2700点。 而且,别看现在位置已经很低,但短期风险依然非常高。 因为这个低位在向下跌,估计很多融资杠杆的资金,将要面临爆仓的惨剧。 也会触及很多机构基金的警戒线,甚至止损线。 而一旦被动止损出现,就会不计成本的估出。 那场面将会比现在还要惨烈。 所以,到了10月23日晚间,市场传来大消息,国家队又出手了。 惠金公司在发公告,今日买入了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,并称将在未来继续增持。 这是一个月内,惠金二度出手,而且买在了最黑暗的周一,显然是迫于无奈。 历史上,惠金公司也有过相同的操作,时间是在2015年股灾之后,当时购买的规模没有宣布,估计在万亿以上。 关于惠金公司,这里做个简单介绍。 根据公开信息,中央惠金最新的注册资本和石角资本,均为8282亿。 由宇宙航支撑的工商银行,注册资本和石角资本,也不过2480亿。 同时,惠金公司还是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的第一大股东。 所以,中央惠金才是中国金融业的超级巨无霸。 而这次惠金公司,下场购买了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,相当于把钱交给了基金公司管理。 基金根据自己的定位来购买股票,主要是纳入各类指数的蓝筹股,这相当于给股市注入长期资金。 这样做的原因,也很简单。 惠金公司是金融机构的大股东,它是可以直接增持国有银行的。 但如果直接买其他公司的股票,就不合适了。 这会极大的扭曲市场偏好,副作用太大。 买指数基金,把投资这种专业的事情,交给专业机构办,也是国际惯例。 比如日本央行,就常常直接给股市注入资金。 使用的方式,也是购买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。 那么,这次国家对能注入多少资金,他们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? 一般来说,资金可以有两种渠道。 第一是央行直接注入,比如日本就是这样干的。 但中国目前不太可能这样做。 第二,发行债券筹集资金,注入汇金公司或者证金公司。 如果未来动用的资金量比较大,可能会采取这种方式。 但按照此前的经验来看,估计官方不会公布计划购买的规模。 因为不公布,效果反而可能更好。 而经过连续数日的加速下跌之后,A股的估值也更加便宜了。 当前,护身300指数PE为11.07倍。 略微高于2020年3月最低的10.76倍,和2022年10月最低点的10.4倍。 在这种情况下,国家对加码入场,估值回归将是大概率事件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即便明天出现反抽,短期对这个市场也不要抱太大期望。 无论继续下跌,或是出现反抽,目前都改变不了低迷行情背后的本质。 可以确定的是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整体性的好行情,应该都不会再出现了。 这个时间,如果非要说个期限,恐怕将会以年为单位。 接下来再说,最近富士康被查事件。 根据官方公告,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, 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,进行税务稽查。 自然资源部门,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,进行现场调查。 以上有几个重点。 第一,从表述看,通稿所谓税务部门,不像是某一地的税务。 更可能是,国家税务总局。 出手单位的层级,恐怕会直接拉满。 而税务稽查的,是广东江苏的富士康。 同样,后面提到的自然资源部门,极可能是更高级别的相关部门,而非地方分支单位。 并且要现场调查用地情况,涉及河南湖北的富士康。 综合判断,出手部门,拉到最高层级,重点查的,一是税,二是用地。 这种规格的出手,显然是从上到下,而非从下到上。 顺序不同,内里性质,自然引人深思。 之前有人统计过,富士康在四川重庆湖北等地,各有一个厂区。 在山西贵州河北等地,各有两个厂区。 江苏浙江,各有三个,而河南和广东,各有五个。 富士康中国厂区,达到四十多个。 其员工总数,超过一百万。 相当于一个,小型城市的人口规模。 特别是,深圳河南富士康厂区员工最多, 基本都在,20万至30万之间。 2022年,富士康营收,约1.49万亿元。 同比增长,约10%,位居世界500强第20位。 按照富士康官网说法。 2022年,其进口总额,约5400亿元, 占中国大陆进口总额的,3.0%。 出口总额约,8490亿元人民币, 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,3.5%。 大家千万别觉得,3%和3.5%不是什么大数字。 放到中国这个,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基数而言。 仅一个企业,就能在进出口上, 做到超3%的贡献。 其所带来的能量和影响,是相当惊人的。 而对于此次调查富士康,目前有几种观点。 比较主流的解读是,其创始人郭台铭, 掺和了台湾岛内大选。 当然,郭台铭也不是第一次参选了。 2020年,他就选过一次。 当时蓝营党内初选,惨败给了韩国瑜。 2024年,还想再来。 结果在党内初选中,又败给了侯友宜。 也就是说,蓝营两次都不挺他。 所以他就干脆宣布退党,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。 在分走蓝营票仓的同时,还与柯文哲合作。 这几乎等同于,直接把绿营送上宝座。 所以引起了北京方面的不满。 查富士康,就是要敲打他一下。 而另一个解读是, 富士康在内地产业链中的地位,已经大不如前。 现在也差不多到了,说放手的时候了。 同时,也需要培养其他代工企业,比如力讯精密等。 背后的逻辑是,中国要走自主发展之路。 还有一个解读是, 富士康这些年配合美国进行产业转移。 查富士康,就是要敲打提醒。 这个解读,某一看,好像也有道理。 这些年,富士康的确向印度转移了一定的产能。 迄今为止,印度已经生产了, 5%的苹果手机,是大陆不可轻视的角色。 只不过,转移产业仪式, 是美国政府主导苹果所为。 而苹果作为品牌方, 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无比强势。 富士康又不是台积电那样, 有极高技术壁垒的代工商。 话语权可以说,十分有限。 苹果让转, 它不可能冒着失去订单的风险, 强行搞对抗。 如果寄希望于, 给富士康一点颜色看, 让其拖延苹果产业链转移的话, 实在是有些难为它了。 其实,都做到这个程度了。 那还不如直接施压苹果, 效果也许更明显, 但更可能是作用不大。 毕竟真正背后使劲的是美国政府, 而中美博弈了这么久, 产业链该转移, 还是在转移。 至于富士康会不会查出问题, 这其实不是重点。 偌大的企业, 想要查出点什么, 简直轻而易举。 再者, 国内给企业留小辫子随时拿捏。 不说是传统异能, 但也是早已有之了。 这不仅限于外企, 对于民企也是一样的。 主要体现在, 各地的招商引子中, 各种不规范, 一样可以迅速上马。 监管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。 在吸引利用的同时, 需要的时候, 这些可都是把柄。 所以, 为什么一些企业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? 很明显, 这就是代价。 那么明显, 双 tracks